一群男人聚在郡府城下 为的是一件事官天下的大事 大狱所得川家康 得川仁组组长福布伴葬 以及剑术教头柳神宗具 震惊危坐 看着面前将要决斗的两人 这一人是一鹤的恶影众 叶插丸 坐在一旁的是恶影众的首领 一鹤的阿患 而另一边则是甲鹤万古众 风带将尖 以及万古众的首领甲鹤弹阵 只见叶插丸抬起双臂 手指用力一弹 接到看不见的黑线 迅猛地朝将尖射去 将尖背靠巨石 然而叶插丸的黑线 却连人带石 全部死死地勒住 将尖还小而挣脱 叶插丸再用力 巨石便碎成了几块 将尖倒在了地上 真是难看啊 谭正先生 阿患嘲讽道 不过胜负未分 将尖像蜘蛛一样 趴在了地上 他张开嘴 伸出形状奇异的舌头 对着叶插丸将粘液射出 叶插丸躲闪不及 双手和头发粘在了一起 将尖顺身到叶插丸身后 一把抓住他的命门 叶插丸利用脚上的 黑线攻击将尖 顺带切断自己的长发 挣脱了束缚 这一来一回 两人似乎才刚刚进入状态 一旁的福布伴藏看着他们 总算明白先代伴藏 为什么要贾赫和一赫两派 签订不占约定 但眼下 家康大人又为何要召见他们 家康喊停了决斗 将自己的想法说了出来 原来他是为了用忍输对决的方式 来决定德川家下一任的将军 两派忍者本是四百年的宿敌 只要家康能解除当年的不战约定 那么不为了德川家 他们也会立刻对决 家康拿出两张卷招 既然如此 你们就在这上面 各自写下十个忍者的名字 从今往后 贾赫隶属于次子国千代一派 而一赫则隶属于长子竹千代一派 你们双方相抖 到最后谁能活着并持有此秘倦 就是圣者 圣者一族 我承诺给你们千年的荣华富贵 与此同时 贾赫一赫两国的国境上 两派忍者的下一代当家 正在此地优惠 一赫的龙与贾赫贤之界两情相悦 期待着两人的完婚 能终结两派几百年来的仇恨 他们并不知道 在俊府城下那个勉强维持着和平的不战约定 已经正式成为了过去史 阿焕和谭正将写好名字的秘卷 交给夜叉丸与将尖 让他们带回领地 接着两人又续起了旧 原来谭正和阿焕在年轻时也曾相爱过 不过两派人终究是有缘无分的 对了 阿焕婆 你对我们贾赫万古的十人众 应该所知不多吧 哼 谭正 这话应该是我对你说吧 一赫恶影的十人众 你又知道多少呢 十人 谭正反问道 阿焕突然感觉一阵刺痛从喉咙传来 应该是九人吧 阿焕 谭正的嘴里不知何时多了一根毒针 原来刚才夜叉丸经过谭正的时候 身上的秘卷已经被谭正偷走 谭正从卷轴上抹去阿焕的名字 这就是所谓的忍树相争啊 突然天空中传来一声音力 谭正下意识地望过去 胸口却被人刺穿 阿焕用他最后的意识完成了一换一 他图去谭正的名字 倒在了对方的胸口 就像几十年前的某个午后 老鹰抓起了那分秘卷朝天空飞去 忍者大战 双方各身九人 闲之剑鱼笼朝着一鹤国出发 贾赫的杖柱在暗中保护少爷 突然发觉天空中的老鹰 正抓着一张卷轴飞行 杖柱将老鹰击落 刚想拿起卷轴查看 却被一鹤的蜡骑发现 蜡骑认出老鹰是阿焕婆饲养的 意识到卷轴里可能有着关键的信息 他不想让贾赫的忍者看到其中的内容 然而杖柱却很调皮 抓起卷轴 说要和蜡骑玩一玩人法对决的游戏 杖柱转身想逃 蜡骑的四肢似乎能够随意伸缩 他拦住了杖柱的去路 一脚朝杖柱的头上蹬去 杖柱用柔软的筋骨 筋将头缩回到了身体中 接着他猛地弹到半空 犹如肉蛋一般飞快地滚动着 另一边 一鹤的缩念鬼 猪娟 银火和镇五郎四人 找到了贤之介和龙 想要接小姐回去 正在捡人说话之时 杖柱飞了过来 龙看了他一眼 熏猛的肉蛋顿时停了下来 杖柱狠狠地撞在了树干上 摔倒在地 龙拥有天生的破坏之眼 只要被他看着 那么任何忍树都会被化解 蜡骑赶了过来 说杖柱抢走了首领阿焕的卷轴 杖柱见到自家少爷 也不再胡闹 乖乖地把卷轴交给了龙 龙正准备在贤之介面前打开卷轴 却被镇五郎制止 虽然龙和贤之介两情相悦 但这卷轴属于首领阿焕的秘卷 不管怎么说 也不应该让贾赫的贤之介看到 贤之介一向彬彬有礼 于是闭上眼睛转了过去 不堪不知道 这一看 把一鹤的五人吓了一跳 不过瞬间明白过来的几人 情不自禁地笑了起来 郑五郎回过头 让龙小姐放心 说首领阿焕 已经在郡府城 与贾赫忍者达成了和解 接着他又向贤之介道歉 一旁的缩念鬼也说 要邀请贤之介 去一鹤晚上几天 仿佛那卷轴中 真的写了和解的消息 贤之介没有拒绝对方的好意 于是朱娟和丈柱 陪着贤之介和龙 先朝着一鹤出发了 剩下的几人 立刻找到了一鹤的钥匙寺天扇 以及他的跟班小四郎 天扇看到卷轴上 被图去的名字 明白阿焕和谭正 已经同归于尽 眼下最要紧的是找到将监 将他手中的那份卷轴夺走 这样一来 贾赫的众人 就无法得知 约定解除的事情 天扇把郑五郎派回一鹤 要他待在龙的身边 防止小姐知道卷轴的内容 从而告诉贤之介 郑五郎说 干脆先把贤之介杀了 天扇让他不要轻举妄动 贤之介的眼睛 也拥有不可思议的能力 绝对不是能轻易杀死的敌人 天扇带着其余四人 追踪着将监的行踪 在路上遇见了 另一名贾赫的忍者 帝虫石兵卫 他的名字 同样也写在卷轴上 帝虫石兵卫坐在一个轿子中 他没有四肢 看上去十分怪异 帝虫石兵卫通过占星术 看到了谭真的胸罩 所以才乘着轿子外出 天扇让其余四人 继续去追降街 这里留他一人问话 他将五十刀 靠在帝虫的头上 逼问他贾赫十人众的人数 然而帝虫却大笑了起来 他笑天扇的心 也出现了胸罩 还没等天扇反应过来 长矛就刺穿了他的心脏 那是帝虫藏在口中的武器 伊核忍者的泉源出动 让帝虫深感不妙 他张开胸前的鳞片 以飞快的速度在地面穿行 只留下倒在原地的天扇 另一边 伊核的四人已经找到了将尖 将尖见来者不善 先朝小四郎喷射粘液 粘住他的嘴 接着面对众人的围攻 从口中放出猪网 困住了缩念鬼 蜡漆和小四郎 唯一避开的萤火 抓换了成群的蝴蝶 封住了将尖的行动 他把小四郎的镰刀 朝几人置去 缩念鬼操控头发 抓住镰刀 披在了将尖的头上 将尖赶在失去意识前的一刻 将卷轴扔出 地虫突然窜出 接到了卷轴 转身逃去 缩念鬼蜡漆和小四郎追了过去 萤火转身走向将尖 他与叶茶丸是恋人 想要从将尖的口中 打听叶茶丸的消息 将尖只是催了他一口 于是萤火用苦无 终结了将尖的性命 另外三人苦苦追赶地虫 却始终无法缩短距离 可是一个人影 却出现在了地虫的前方 那个已经被杀死的男人 毫发无伤地 站在地虫的面前 你最好 还是松开口中的卷轴 否则射在猴中的矛 就无法发射了 对吗 地虫正想发动攻击 可天上的刀却更快 如此一来 贾鹤的十人重 便只剩七人了 天上让小四郎 烧毁了贾鹤的卷轴 情报的差距 依然让伊赫方 占据了绝对的优势 闲之介与杖柱 已经跟随着龙 来到了阿焕的府邸 晚宴过后 杖柱利用缩骨术 悄悄离开了房间 他正巧遇见了朱娟 杖柱的手脚不干净 朱娟忍无可忍 借着鄙视忍术的借口 想要取杖柱的性命 只是一眨眼 朱娟的脸上 便挂满了鲜血 那些仿佛有生命一般 四散开来 另一边 龙从闲之介的房间出来 他感应到了 身后潜伏着的郑武郎 于是回过头来 让男人现身 龙的铜术 化解了郑武郎的忍术 男人跌落在地上 变得有如一只阔鱼 难道你想在这儿 暗杀贤之介吗 龙流着泪说道 郑武郎不停地蠕动 想要找到附近的水源 这就是你的惩罚 郑武郎 凡是想要加害贤之介的人 我都不会置之不理 龙说道 突然 他听到了打斗的声音 朱娟的血无术 蒙蔽了杖柱的眼睛 他从死角突袭 但武士刀 却被杖柱柔软的肌肉夹住 龙赶了过来 两人只好停手 不过刚才朱娟的杀气 已经让杖柱产生了怀疑 他想要找水 洗掉身上的血迹 却无意间遇见了虚弱的郑武郎 他抓起那怪物凑到瀑布边 逼问伊赫忍者 究竟有什么打算 郑武郎告诉杖柱 不战约定已经解除 杖柱大吃一惊 然而郑武郎却已经靠着瀑布 飞溅的水滴 恢复了身体 郑武郎从杖柱的嘴巴里 钻进了他的身体 很快 杖柱便失去了意识 伊赫忍者再下一声 另外一边 谭政的府邸中 由于地虫看到的凶兆 贾赫忍者的心中 都隐隐感到不安 鲍马 刑部 左卫门以及杨爷 担心着身在伊赫的少爷 闲之界 贾赫的忍者 陷入了巨大的危机中 可他们却依然 毫不知情 贾赫的众人 担心着少爷的安危 如月左卫门 派自己的妹妹胡怡 前往伊赫打探消息 突然 鲍马听到有一伙人 正快速地接近贾赫的万古 从脚步声听来 对方共有五人 并且杀气失足 刑部自告奋勇 要去看看情况 另一边 天扇 缩念鬼 腊齐 小四郎和引火 已经潜入到万古的街道内 事不宜迟 得趁这个机会 把卷轴上的人 一个个杀掉 腊齐说道 天扇让众人不要大意 上次一个将监 差点就一串三了 小四郎感觉到危险 突然拔出镰刀 紧接着 腊齐的身体不由自主地 吸附到了墙边 老头挥动手肘 砸在墙上 接着拉开距离 一脚蹬破墙壁 他告诉几人 那道土墙 从背后将他抓住 对他说道 万古的墙壁有耳朵 几人盯着那墙 没想到那东西 竟然真的发出了声音 他大喊有人入侵 接着从暗处 钻出来几十个假贺的人者 天善见识不妙 于是便说 他们是贤之界 派来的一鹤使者 可那土墙却不相信 他刚刚已经听到 几人的谈话 知道对方来者不善 土墙一声令下 假贺的忍者 一拥而上 一鹤方 当然不会束手就擒 小四郎 从口中吐出黑气 那气聚成一团 如同漩涡般 将两名假贺忍者的肉体撕裂 其余几人见状 截止步步前 一鹤的忍者抓住机会 不停地反击 普通的假贺忍者 根本不是一鹤 十人重的对手 等到暴马几人赶来的时候 现场只剩下一地的尸体 妈的 让我们直接杀到恶银谷去算了 这就是你们的代客之道嘛 天善的声音从墙上传来 如果你们真的要来恶银谷 做拜访的话 那么你们的重要人物 闲之戒可能会收到我们的环礼 天善有识无恐的威胁 眼下是四队伍的局面 况且一鹤还掌握着人质 天善知道对方不敢轻举妄动 接着在萤火蝴蝶的掩护下 一鹤的忍者在众目睽睽下 消失得无影无踪 不过这一趟一鹤也并不算成功 他们原本打算趁机 继续减少假贺识人重的数量 可这一次连一个人也没有杀死 反而还让对方知道他们的计划 一鹤截然返回的路上 遇上了狐疑 天善再次展现他的口才 他告诉狐疑 如今两方已经休战 闲之戒正在一鹤做客 不过 刚才他们奉闲之戒的命令 去万古拜访 可是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误会 害得他们被假鹤的忍者追杀 只好狼狈不堪地逃了回来 狐疑姑娘 我们这个样子 实在没脸去见闲之戒少爷和龙小姐了 能不能请你 跟我们一起回恶影谷 替我们说说情呢 狐疑并没有放松警惕 他感觉到一鹤的几人 都对他抱有着明显的敌意 并且已经将他围了起来 狐疑越而起跳到树上 说自己要回万古确认一下 见软的不行 缩念鬼立刻遮了上去 他利用毛发在树林圈穿行 速度并不比狐疑慢 狐疑回首掏出苦物 朝缩念鬼智去 可他的暗器全被缩念鬼的头发挡下 反而自己被对方扔出的木棍砸中 檀中穴 温倒在地 天山让缩念鬼先别下杀手 他要让狐疑成为 拿下闲之界的一颗棋子 贾赫的几人在万古商讨着对策 刑部很是着急 想要直接杀到恶影谷去 但豹马和左卫们都让他别急 少爷绝不会轻易地被杀死 豹马已经猜到 不战约定 很有可能已经解除了 先不先前 在墙壁内听到了天山说的话 豹马又想到 伊鹤的忍者 是从北边的东海道来的 很有可能 将监已经遭到了伊鹤的毒手 而他带着的消息 就是伊鹤为何会突袭的答案 于是刑部和左卫们 前往东海道打探消息 不过此刻在东海道 还有一个被遗忘的男人 那就是伊鹤的夜叉丸 发现卷州被偷的男人 重新回到郡府城 却怎么也找不到阿焕与谭正 在他的心中 自己比将监晚了整整一天 贾赫方很有可能 已经拿到了卷州 心急如焚的夜叉丸 突然听到了天山的声音 于是停驾脚步 不过他指纹其声 却怎么也看不到天山的人 原来此刻说话的 是躲在墙后的左卫们 由于不得已的原因 暂时不能让你看见我 对了 你从郡府城回来 是不是有什么要事 天山兄 发生大事了 什么大事 夜叉丸 夜叉丸刚想开口 却突然警惕了起来 天山兄 你为什么不能让我看见 难道你 被人杀死了 刚想夸夜叉丸聪明 这孩子给你整拨大的 左卫们思考着夜叉丸说的话 夜叉丸紧接着喊道 你是被封带将监杀了吗 左卫们将去救济 没错 就是将监 对不起 都怪我 被弹阵偷走了秘卷 不过幸好只有你一个人被杀 左卫们问他秘卷的内容是什么 夜叉丸兴奋地说 贾赫和一赫的不战约定 已经解除了 左卫们大吃一惊 不小心露出破绽 被夜叉丸听了出来 夜叉丸射出钢索 抓住了左卫们 然而一双大手 却突然从墙中伸出 抓住了他 夜叉丸还想让脚上的钢索反击 刑部见状 手上一用力 了结了夜叉丸的性命 为了确认少爷的安危 左卫们和刑部 决定立刻前往厄影谷 左卫们六年土 做了一副人皮面具 装扮成了夜叉丸的样子 厄影谷中 朱娟把杖柱好色的举动 借助龙之口告诉了贤之介 于是贤之介便猜测 杖柱是怕尴尬 逃回了万古 并没有对杖柱的失踪 产生怀疑 夜晚 蜡奇来到关押狐一的仓库 他向女孩逼问 假贺忍者的人法 来吧 乖乖告诉我 我就不对你动行了 蜡奇把手放到狐一的肩头 突然发现 手竟然被狐一的皮肤 牢牢地吸住了 狐一用身体怀抱住蜡奇 没一会儿 老头就被吸成了人肝 狐一也用蜡奇身上的苦 切断了束缚 宅底外 左卫们假扮的夜叉丸 遇见了萤火 萤火直接扎进了夜叉丸的怀抱中 拨他身上的蛇 却咬了夜叉丸一口 萤火用嘴把蛇毒吸出 接着告诉男人 谭正已经死了 匠监也被他亲手杀了 仓库里 狐一刚捡起蜡奇身上的卷轴 就听到郑武郎过来 于是 他赶紧把卷轴藏了起来 躺倒在地上 狐一摆出一副 被蜡奇强暴过的样子 引得郑武郎蠢蠢欲动 当郑武郎的身体 接触过来的时候 狐一又使出了同一招 郑武郎被死死地抱住 一动也动不了 不过仓库中散落的盐 先一步吸干了郑武郎身体的水分 他逐渐枯萎 狐一吓了一条放开的男人 郑武郎钻进了稻草堆的缝隙中 躲了起来 这时 缩孽鬼也来了 狐一和他打了起来 他还想让同一招 但缩孽鬼却硬化了毛发 刺传了狐一的身体 担心妹妹的左卫门 也找了借口 跟着萤火来到了仓库 左卫门看到浑身是血的狐一 脑袋嗡的一下炸开 他勉强保持住了冷静 坐在狐一身边 握住了他的手 用兄妹两人独有的沟通方式交流 狐一告诉哥哥 他杀死了一个老头 并且说出了卷轴的所在 终于 狐一的手 不再有任何回应 昨年跟叶插丸在郡府城 发生了什么事 阿焕女士去哪儿 叶插丸说 这些必须得在见过龙小姐之后 才能告诉大家 此时 天善正在和龙密谈 他告诉小姐不占约定已经解除 闲之界的童树十分危险 必须依靠龙的眼睛 才有获逊的可能 仓库里 左卫门从苏宁鬼的口中得知 一鹤忍者还没有对闲之界下手 左卫门找到机会 偷偷从稻草堆中拿到了卷轴 然而这时 门外突然传来了声音 龙大喊着 不允许一鹤的人者 把假鹤的姑娘抓来 关在盐仓里 一边跑了过来 龙冲进了仓库 正好和左卫门四目相对 男人的伪装术立刻失效 左卫门朝仓库外扔出卷轴 跑到外面淋雨 逐渐复苏的郑武郎 想要接下卷轴 却被人一拳锤开 潜藏在土地中的刑部 拿下了卷轴 左卫门也趁着众人注意力 转移的时机 成功逃脱 一鹤的众人 纷纷去追刑部 但能穿墙遁地的刑部 很快便消失得无影无踪 天善之道大事不妙 集合了一鹤的大部队 来到贤知界的房外 然而他们还是晚了一步 贤知界站在左卫门和行部的中间 目不转睛地读着卷轴的内容 贤知界看了一眼 四周聚拢过来的一鹤忍者 淡定地说了一句 我们回万古 左卫门不想再谨慎下去 于是一声令下 让忍者发动围攻 所有人都停在原地 原本向着贤知界的刀刃 全部转向了刺激人 只是望着那双眼睛 男人便举起刀 将自己的头颅斩断 任何对贤知界有加害之心的人 只要看到贤知界的眼睛 就会反过来强烈地自残 小四郎摆出架势 天善让龙站过去 用眼睛看着贤知界 可龙却不愿意那么做 龙冲到小四郎的面前 想要拦住他 小四郎看到贤知界发动了铜树 想要移开视线 可他却发现 无论怎么努力 视线就是无法转移 旋风人法已经发动 无法停止 小四郎跪倒在地 贤知界转身离去 伊赫再也没有人能够阻止他们 小四郎的性命勉强保住 但却失去了眼睛 天善对龙的行为十分不满 这一天伊赫方损失惨重 最关键的秘密武器 还是个二五载 天善避龙发誓 要他站出来领导伊赫仲 可龙却起身回房 拿出了一个罐子 奶奶曾说 龙的眼睛很有可能会害 恶隐一族走上灭亡之路 如果真的到了那个时候 龙 你就把这罐七夜芒的密药 吐在眼皮上吧 听了这个故事 天善大感不妙 他一把抓过龙的头发 把小姐的脸抬了起来 却只看到女孩 被药膏封印了双眼 无法与闲之界为敌的龙 他还把自己情不自禁地用铜数 破坏伊赫仁者的忍术 所以擅自地 用七夜芒的药膏将双眼封印 在场的五位伊赫仁者 都对这位恋爱脑头领感到无语 这时下人在门外发现了一个信侠 竟然打开盒子 发现被贤之界拿走的秘卷 又原封不动地送了回来 同时还附了一封信 对战争并无可望的贤之界 希望得到一个战斗的理由 他已经在前往军府城的路上 希望搞清楚这一战的用意 由于阿焕 谭正 将监与叶叉完全都丧命 眼下两方忍者都并不知道 他们是为了决定下一任将军 才战斗的 贤之界带上了贾赫十人众 除自己外 剩余的四人 他在信中警告一鹤的忍者 如果他们胆敢趁此机会 去万古滥杀贾赫门人 那么他日后定会加倍奉还 我并不喜欢战争 但我也不畏惧战争 贵派的十人众还有七个活人 在抵达郡府城之前 我们之间的死斗也仍在进行着 所以 如果你们看完信 还有胆子的话 勤快马加鞭赶来东海道 一决辞凶 天闪读完信已经怒不可遏 他立刻做出决定 追上贤之界 东海道 贾赫的忍者 谨慎地朝着郡府城进发 刑部不由自主地担心 贤之界是否做好了 连龙也杀死的决心 贾赫的女人者杨爷 望着贤之界 内心不由自主地悸动 他长叹一口气 身旁的飞虫 突然落在地上 不再有生命的迹象 左伟们把这一切看在了眼里 心中有了一丝不安 夜晚 他找到爆马 说出了自己的担忧 杨爷和他的母亲一样 当他处于兴奋状态时 那欢愉的喘气 会化作死亡的气息 变为毒气 将男人杀死 杨颜注定了 不能与贤之界结合 但他对少爷的爱 可能会反过来 害了贤之界 贤之界独自一人 坐在房间内 闭目养身 他的脑海中 浮现了死去同伴的头颅 而站在那堆头颅中间的 却是自己最爱的龙 房门打开 杨颜走了进来 他克制不住自己的情绪 一下子钻进了贤之界的怀中 我喜欢你 贤之界少爷 贤之界一把 抓住杨颜的脑袋 死死地盯着他的眼睛 杨颜跌倒在地上 哭了起来 说他自己想死 想和贤之界一起死 胡扯 真的那么想死的话 先把秘卷上 疑和的人者杀光再死 杨颜说他的人法 对付不了女人 接着他用了贤之界 真的能对龙下手吗 当然 绝对可以 杨颜收起了泪水 露出了微笑 他有信心 可以解决一鹤 所有的男人 突然 一条蛇张开大口 从杨颜的背后 猛地朝他袭去 贤之界一把 护住杨颜 拔出斜拆 将舌头斩断 然而没想到 舌头吐出一个胶囊 胶囊碎裂 飞溅出的药膏 正好落在了 贤之界的双眼之上 原来一鹤的仙头部队 缩念鬼和营火 已经追了上来 他们将七夜盲藏在 蛇腹中 暗算贤之界 虽然天善 才让缩念鬼 不要轻举妄动 但急功近利的缩念鬼 却决定在这里 解决贤之界 缩念鬼让营火回去报信 并放出蝴蝶 分散敌人的注意力 他看到杨颜和左卫们 都去追营火之后 悄无声息地 从屋顶落下 来到了贤之界的屋外 缩念鬼看到 贤之界和暴马 端坐在屋内 面对两个失明的忍者 缩念鬼 自然胜圈在握 帮我看 暴马 听到贤之界的这句话 缩念鬼更是大笑不止 你是疯了吗 竟然让一个瞎子帮你看 笑死我啊 缩念鬼的毛发 在一瞬间就将自己束缚 然后掉在门框上 暴马闭上了眼睛 原来 他是贤之界的师父 不过他的双眼 只有在夜间才能张开 追击营火的左卫们 和扬言无功而返 不过看着缩念鬼的尸体 左卫们又心生一计 雨夜中 缩念鬼追上了营火 男人说贤之界 已经被自己杀死 就连暴马 也已是他的刀下亡魂 在赶回来的路上 他顺手处理了阳言 唯独只有左卫们 被他逃走了 不过阳言在死前对我说 杀死夜叉丸的 就是左卫们 营火听到这个消息 怒火中烧 看来这是天意 老天要亲手杀左卫们 你杀得了他们营火 那家伙可以伪装成任何人 我一定可以识破的 一定可以 营火低头看了看 缩念鬼的手 男人的手指上 绑了绷带 突然他想到 上一次左卫们 装成夜叉丸的时候 他的蛇咬伤了对方 你真的能够 识破我吗 营火的反应 终究还是慢了一步 左卫们手起刀落 斩下了营火的双臂 接着轻轻一推 将匕首插进了 营火的胸口 恍惚中 营火似乎看到了夜叉丸 他失去了意识 跌落到了悬崖之下 第二天傍晚 带着龙和小四郎的 伊和大部队 为了赶上贤之界一行 决定沉船渡海 缩念鬼和营火 迟迟未归 让天善忧心重重 殊不知 此时刑部 已经潜伏在 鱼龙混杂的港口 悄悄地和天善一行 上了同一艘船 天善让朱娟和郑武郎 到船的另一边 看着其他船客 而他要和小姐密谈 让龙意识到 当下情况的严峻 这里让小四郎守着就行 只剩天善和龙两人 男人问小姐 是否依然无法 和赶之界对立 龙借口说 自己的眼睛 已经看不见了 可是七夜忙得要笑 只有七天 现在已经过了两晚 再过五晚 您就看得见了 天善说道 那么就在这五天内 让赶之界杀了我吧 龙的心意 仍旧没有改变 天善知道 无法劝说小姐 于是想出了另一个办法 他将龙摟到怀里 只要让龙 成为自己的妻子 那么就能让他 对赶之界死心了 天善决定对小姐施暴 龙无力反抗 哀求天善将他杀死 天善不为所动 龙呼喊着 郑武郎 朱娟和小四郎的名字 失去双眼的小四郎 被小姐的呼救声 扰得心神不宁 另一边 郑武郎和朱娟 也发现船舱内 少了一个船客 小四郎忍耐不住 想要请求天善停手 然而此刻 刑部已经用他的巨手 掐断了天善的脖子 眼看失明的小四郎 毫无战斗力 刑部还想对龙下手 可这时 郑武郎和朱娟 也赶了过来 郑武郎朝着船体 胡乱劈砍了几刀 意识到刑部 已经溜到了甲板上 他冲了出去 却被男人一把抓住 丢到了海里 郑武郎的身体 十分惧怕盐分 一入海水 在青壳间面融化了 朱娟脱了衣服 想要去救郑武郎 刑部趁机 想要从后面突袭 可是他的余光 却瞥见了一个人影 天善毫发无伤的 站在甲板上 刑部想要顿入船体中 却被朱娟的雪人法 一刀了结了刑部的性命 不过郑武郎 也彻底消失在了大海中 天善占了刑部的雪 从卷轴上抹去了四个名字 眼下敌我 双方各剩下四人 虽然带着一个 完全没有战斗力 和两个基本没有战斗力的人 可天善却还是 露出了自信的笑容 第二天 带着刑部血影的那扇墙板 助力在一座桥边 这是一鹤给贾鹤的下马威 天善带着朱娟 在一旁暗中观察 他看到闲之界的双眼 毫发无伤 便猜测缩念鬼的计划失败了 除了贤之界和羊爷 另外两人身穿罩袍挡着脸 天善决定 今晚带着小四郎 在贾鹤忍者投诉的客栈里 杀死贾鹤的大将爆马 这一路走来 朱娟一直在照顾小四郎 于是对男人暗身情愫 他有些担心夜晚的任务 天善也看出了他的心思 如果一切顺利 把贾鹤忍者全都杀光的话 我们两队 就一起来举行婚礼吧 时间回到半年前 那是贤之界第一次 在一鹤与龙相见的日子 笨手笨脚的龙 不小心将茶 泼在了贤之界的身上 可贤之界 却从女孩天真无辜的眼神中 看到两派忍者 和平相处的未来 可惜此时此刻 一切都已是过眼云烟 贾鹤的忍者走在荒眼中 老鹰带着卷轴 从他们的头上掠过 那是一鹤的鹰 贤之界和羊颜立刻追了上去 不过 这实际上是天善不下的 调虎离山之计 小四郎躲在树后 指挥着天上的鹰 贤之界和羊颜拼命追赶 最终却只是勉强 从鹰的手中 抢下了卷轴 对不起 左卫们 我不小心 让敌人逃走了 羊颜对着贤之界说道 另外一边 天善也从留下的两人声音中 听出了贤之界的声音 原来假贺的人者 让左卫们装扮成 贤之界的样子 混淆视听 贤之界取下罩袍 天善看到男人的眼睛 已被药膏封印 贤之界 我本来还想让你活到最后 亲眼看到贾赫灭门 以及我和龙成亲 可惜你时运不济 我现在就要把你杀了 贤之界微微一笑 那还真是可惜 没办法看到你和龙的婚礼了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现在 你就要先我而死了 天善突然感到一股杀气 从身后传来 他转头望向爆马 看到男人犀利的双眼 紧接着双手不受控制 将刀对准自己的脖子 砍了下去 这时 左卫门和杨烟也带着卷轴返回 他们看到郑武郎的名字也被划去 知道是刑部立下的功劳 接着爆马杨烟陪着贤之界继续前进 而左卫门要利用天善的尸体 施展他的拿手好戏 没过一会儿 贤之界三人碰上了带着鹰的小四郎 老鹰利用声音帮助小四郎确定敌人的位置 并不擅长战斗的杨烟 完全不是他的对手 爆马让他带着贤之界先走 自己留下断后 可惜小四郎的双目失明 爆马的铜树也无法奏效 而鹰追着杨烟和贤之界飞走了 小四郎也成了无头的苍蝇 两人都只能靠对方的声音定位 爆马扔出身上的行李制造动静 小四郎果然上当 朝着行李制出了镰刀 爆马也抓住机会 冲到小四郎的身后 抬刀就要斩下 然而小四郎的旋风镰刀 却从空中返回 挡下了这一击 刀刃碰撞的声音也让小四郎 彻底掌握了爆马的位置 他深吸一口气 爆马张开眼睛 然而这一招 对失明的小四郎毫无作用 空间扭曲 这一击狠狠地命中了爆马的头 临死前 爆马响起了 谭政带着贤之界 那个叫他舅舅的孩子 来到他的面前 拜托他将铜树传授给贤之界 请你无必要活下去 爆马用刀撑着地 硬实让自己没有倒下 没听到对手倒地的声音 让小四郎再次陷入了恐慌之中 突然他听到有人在叫他 那是朱娟的声音 小四郎 你身后的人已经站着死了 难道他就是贾赫的爆马吗 小四郎听到朱娟的话 才明白自己为何 没有听到对手倒地的声音 他问朱娟 怎么不在池里客栈陪着小姐 跑到这里来了 朱娟说 就在刚才 左卫门杀到的客栈 将龙慢慢折磨死了 小四郎怒火攻心 是要为小姐报仇 他质问朱娟 小姐受难的时候 他在做什么 朱娟说 他被敌人五花大绑 后来趁对方不注意 好不容易才脱身 他一心 只想要把这个消息 告诉给天善和小四郎 所以才苟且偷生 活到了现在 如今 我已经完成了任务 了无遗憾了 小四郎 请你亲手杀了我吧 朱娟抱住了小四郎 不断地在他耳边说道 杀了我 杀了我 事到如今 不如让我们两个人 就这么一起赴死吧 小四郎倒在地上 他已被扬言吐出的毒气杀死 换上天善衣服的 左卫们抱怨着 朱娟的声音惹人心烦 他们从小四郎的口中得知 龙此时正在池里客栈中 那么刚刚飞走的老鹰 很有可能会回去通风报信 果然没一会儿 朱娟和龙 出现在了荒野上 不过龙戴了帽子 遮住了脸庞 朱娟扑在小四郎的尸体旁 左卫们扬言 贤知界三人 藏在巨石后 暗中观察 左卫们刚想动手 却被贤知界拦下 贤知界听到 有一群人从东边过来 三更半夜很不寻常 让左卫们再观察一下情况 过了一会儿 一行人抬着轿子走了过来 朱娟抱上了 伊赫忍者的名号 轿中出来一个女人 她正是德川家康的次子 竹签带的儒母阿福 她告诉朱娟 伊赫忍者正是为了 帮助竹签带大人 而领选出来的重要忍者 她看着爆马的尸体 问朱娟是谁 朱娟说 那是贾赫的忍者 阿福很是高兴 问他贾赫忍者 还剩几人 朱娟说 恐怕还剩贤之戒 扬言 左卫门三人 那么其他的伊赫忍者 在哪呢 朱娟沉默片刻说道 他们全部都死了 阿福大吃一惊 不占约定解除至今 仅仅过了几天而已 朱娟又问阿福 他刚才说的 帮助竹签带大人 是什么意思 阿福又是一惊 眼前的忍者 甚至连战斗的理由 都不知道 就已经厮杀的 只剩最后两人了吗 阿福把交战的理由 告诉给了朱娟 躲在巨石后的贾赫忍者 也终于知道了真相 阿福为了保住 最后两个忍者 于是邀请他们 先一同前往郡府城 隆在心里想 等到了郡府城 见到德川大人 和福布大人 他要想办法 再签订一份不战约定 另外一边 倒在荒野中的天扇 他的身上 突然冒出了一张小脸 那脸聚到了天扇的脖子上 很快便将那伤口修复 小脸消失 天扇重新站起身 不死的男人 独自扛着伊赫前进 天扇找到阿福一行 下他的旅店 他告诉朱娟 杀死小四郎的杨烟 此刻就在东边的西木桥上 杨烟只要和男人抱在一起 吐出的气息就会变成毒气 对男人来说是个可怕的女人 所以我才希望 用你的力量去对付他 朱娟听到小四郎死在杨烟手下 立刻跟着天扇离开了客栈 然而两人前脚刚走 真正的天扇 也出现在了客栈前 左卫们质问朱娟 为什么要跟着阿福 让他们来帮忙 对付贾赫的忍者 朱娟说他也不想 他只是想让眼睛看不见的小姐 安全地到达郡府城 左卫们打听到了意外的情报 心中大喜 很快 两人便来到了西木桥 见到杨烟只身一人 朱娟立刻冲了上去 他拿出小四郎的镰刀 朝杨烟弓去 杨烟勉强抵抗 朱娟操控血液 干扰杨烟的视线 接着准备发动致命一击 然而就在此时 左卫们从身后抓住了他 前扇 前扇 他已经死了 杨烟手起刀落 将匕首 刺进了朱娟的心脏 不久之后 龙也会死 就先用你的血 为龙开启地狱之路吧 朱娟落入河中 鲜血染红了水面 左卫们把龙眼睛看不见的消息 告诉给了杨烟 接着他听到 后方有不少人声传来 左卫们让杨烟先走 明天再来客栈探查 如果到时候看到天善平安无事 就证明龙的破坏之眼 的确已经死不出来了 到时候我就骗他们 说我夺走了你的真操 所以你只好对我言听计从 倒戈向了伊赫阵营 人生越来越近 杨烟先行撤退 阿福的家乘问天善 朱娟去哪儿 左卫们骗他们 说朱娟去追贾赫的首领 贤之界了 而自己则在此地 防范贾赫的左卫们 你说杨烟 他已经是一只 被驯服的宠物了 这次关于贤之界的消息 就是他透露给我的 如果他下次来客栈找我 还请各位放他进来 那么事不宜迟 让我们赶回客栈 保护龙小姐 和阿福女士吧 没想到众人并没有行动 反而带头的人开口说 听朱娟小姐说 天善先生 你是一位不死人者 不管受什么伤 都不会致命 左卫们假装镇定 朱娟 连这个都说了嘛 是的 他还说 如果真的想要杀死你 就必须把你的头 完完全全地割下来才行 割下这起死回生的忍数 在下无论如何 都要拜见一下才行 还没等左卫们反应过来 一根长毛 已经捅穿了他的身体 男人拿下斗笠 要尸死天善 怎么叫起自己的名字来了 嗯 如约左卫们 左卫们还想要反抗 可对方却没有再给他机会 得知了扬言假意背叛的情报 天善准备将计就计 阿福一行来到放松 这天扬言果然如左卫们所说 来到客栈找天善 天善骗扬言 说阿福还没有完全信任他会背叛 于是便要假惜争作 让阿福放下戒心 天善把杨言压在身下 杨言知道 左卫们绝不会干这种事 眼前的男人 就是被他们杀死过的天善 杨言的气息逐渐化作毒气 不死的男人再一次倒下 门后的阿福加成见状 立刻冲了进来抓住了杨言 阿福带着龙出血 他让龙杀了杨言 可龙却说 要用杨言当作诱饵 隐贤之界出血 阿福一行继续朝着郡府城出发 杨言利用美色轻松地杀死了 两个看管他的家臣 然而复活的天善 再一次地把他抓住了 天善把杨言带到了某处的荒子 用独针虐待他 天善要杨言的惨叫 将贤之界引来 贤之界明知这是一个圈套 但他还是来了 这是最终的决战 天善拔刀朝着贤之界冲去 贤之界也挥刀应战 贤之界 天善输了 他的头被贤之界彻底地斩断 龙 你在吗 我在 你的手上有剑吗 没有 我刚刚杀死了天善 所以你快去取剑吧 因为我必须杀了你 你也必须杀了我 但是或许你能成功 因为现在 我的眼睛看不见 我的眼睛也看不见 龙说出了自己 图了七夜盲的事 他请求贤之界杀了自己 我下不去手 为什么 杨炎的声音从屋内传来 您曾经答应过我的 说您一定下得了手 难道你对贾赫的忍者 早就存有背叛之心了 贤之界抱起了杨炎 我们走吧 找一个没有人认识我们的地方 杨炎哭着 抚摸着贤之界的脸 贤之界倒了下去 贤之界少爷 既然要走 不如和我一起去地狱吧 一旁的龙哭喊着贤之界的名字 就在这一瞬间 七夜盲的药效结束了 破坏之夜化解了杨炎呼出的毒气 贤之界还没有死 龙把他藏到了台阶下 一旁的天闪 似乎还没有彻底死亡 阿弗的家臣赶来 把天闪的头颅摆震 龙看着天闪 想起奶奶说过的话 在天闪体内寄宿的东西 具有强大的力量 那是原本应该和天闪一起出生 却没有活下去的双胞胎兄弟 如果真的想要破解天闪的人数 不如直接对付他体内的东西 奶奶担心龙驾驭不了野心勃勃的天闪 所以才说出这番话 龙死死地用眼睛盯住天闪身上的寄身体 那寄身体感到不妙 用尽最后的力气 告诉众人 贤之界被龙藏在了牲口的台阶中 接着便破裂而亡 龙告诉阿弗 贤之界的确就在他的牲口 并且中了毒武法战斗 但是他不会对一个无法行动的敌人下手 阿弗也不急 便派手下去请福布大人 在福布大人的见证下 堂堂正正地决斗 也没有意义吧 龙点了点头 龙举取短刀 走到贤之界的跟前 轻声地说道 我好想爱你 贤之界 男人眼上的药膏也过了时效 正在逐渐剥落 龙抬手 将刀刺进了自己的身上 贤之界睁开双眼 只看到龙倒在了自己的面前 阿弗激动的大喊 要手下去杀了贤之界 然而在重获光明的贤之界面前 任何的攻击都只会自取灭亡 贤之界走到龙的身旁 抱住了女孩 用鲜血的卷轴上 划出她的名字 接着 她在卷轴的末尾写道 最后写上这行字的人事 贤之界将卷轴扔给老鹰 让她飞到郡府城送给家康大人 二十名忍者的名字全部被抹去 最后写上这行字的人事 伊赫的忍者 龙 贤之界抱着龙 投身到了河水中 元和九年七月 又名逐千代的德川加光继任 成为了新一代的牧府将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